歡迎加入1800新聞1.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宜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我們一起討論新聞時事 那麼今天現在是下班時間 還是非常的寒冷 所以也提醒大家衣服還是要多穿一點 好了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在台北市有民眾他在河濱公園騎腳踏車 不過這河濱公園明明就是有自行車步道 他也騎在自行車磚用道 沒想到卻被轎車給撞傷了 而且車上的女駕駛呢 居然還反過來指控是歧視的錯 台北市有民眾日前來河濱公園騎腳踏車 居然在自行車道被轎車給撞傷 但是他們也拍下了當時的情況 這名女駕駛下車 他不僅沒有道歉也沒有認錯 反而是直接指控是自行車歧視的錯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誰是故意在拖延我的時間不讓我通過 誰拖你你時間 誰拖延你時間 我今天騎腳踏車來這邊 你還給我做拖延的時間 你違規 你叫我走那邊 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也有放下 你這是什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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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講了 警察過來也講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沒有說 就覺得說叫警察就好 然後是他一直在那邊叫囂 一直說我們的問題怎麼樣 發生車禍的地點 就在台北市這處河濱公園 這邊是自行車道 照理來說 轎車是不能走到這個裡面來 但是沒想到 卻發生了轎車和自行車 發生的車禍意外 那麼令當事人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這名女駕駛他不僅沒有道歉 甚至還指責是歧視的錯 而且他們還發現了 這個女駕駛的車上 居然有一張水利局的通行證 代表他有可能是工作車 至於實際致電詢問這名女駕駛 他表示暫不回應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在台中 有一名25歲的陳姓女子 她的外型非常的亮眼 本來是一名服飾店的老闆娘 但是因為錢不夠花 透過朋友介紹加入了詐騙集團 當車手假冒太達必傷 就跟被害人取款喔 受害人非常的多 大約有134人 而且金額高達1.8億 警方跟著25歲陳姓女子 走近試駕近兩千萬的七騎豪宅 年紀輕輕就能買千萬房 因為她是詐欺車手 啟動鐵捲門 陳姓女子不只住豪宅 還開服飾店 代步車是百萬進口車 嫌賣衣服賺太慢 竟然加入詐騙集團當車手 假冒是太達必傷 向被害人收取投資款 受害人數多達134人 金額超過1.8億 時機回到陳姓女子的服飾店地點 就在台中中明路西屯路口附近 店已經倒閉 警方補充 25歲陳姓女子曾經做過必傷 後來和朋友合資開服飾店 但她喜歡買豪車處豪宅 臥室的桌上也有一堆化妝品 衣櫃也放了不少名牌盒子 光是開店賺錢 根本無法支出她的消費力 乾脆走偏門透過朋友介紹 去當詐騙集團車手 以愛情交友的手法 誘騙被害人投資 再由陳姓女子取款 警方清查 受害者中有一位40歲的 小姓女子前後就被騙了1822萬 其提供之錢包 實質上為詐騙集團所掌控 陳顯則從詐團轉介至被害人賺取 高於市價之買賣幣價差 警方補充陳姓女子還會跟受害人 傳訊息溫馨提醒 虛擬貨幣要保管好喔 不能亂投資 否則轉出去就沒有了 讓被害人覺得服務100分 殊不知車手就在眼前 TB新聞帶從羅一星台中報導 另外來看到的是在新北市三峽 有一名少年他二度無照駕駛 而且他行進路口的時候 疑似是機車打滑自摔 差一點就撞到了牽狗的四主 而且甚至還波及到旁邊的計程車 甚至無辜的狗狗也被撞傷了 而警方做調查 這一名少年的機車是來自哪裡呢 其實是跟朋友的媽媽借的 現在恐怕得吃上25000多元的罰彈 黃英男牽著一隻狗走在斑馬線上 遠遠的右方一輛機車也來到路口 騎士一次煞車不及 當場打滑自摔 往前噴飛 差一點就撞到行人 但他的狗卻沒幸運閃過 連同倒地的機車往前滑行 至少十公尺遠 狗狗受了傷 趴在地上痛苦的掙扎 好不容易站起來 看起來一搏一搏的 他的主人好心疼 馬上衝過去關心 騎士撞到計程車後 也趕快爬起來前機車 問蔣受到驚嚇 趕快下車報警 事發在新北市三峽文化路上 這個路口是閃燈號制 肇事的十七歲少年二三號下午 跟朋友借機車出門 行經路口疑似沒減速釀貨 被波及的計程車後車廂板金 被撞到凹陷 問蔣很不滿 當場要求賠償 警方趕到現場發現少年不但無兆 而且是壘犯 依法重罰兩萬四千元 另外為禮讓行人罰一千兩百元 警方調查少年騎的車 是跟朋友媽媽借的 無照上路 屢勸不聽 家人似乎也拿他沒辦法 這回闖禍除了被重罰 還要賠償問獎至少五萬的維修費 由於車禍當下 四主急著帶狗去治療 目前沒有向少年求償 只是親眼看到愛犬被撞的這一幕 恐怕相當心痛 天日宣布 黃建國 黃金芬新北市報導 好的 我們來看到的是在今天早上 在澎湖的白沙騎頭碼頭旁邊 有十幾個人坐在這裡吹著冷風等船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來回的交通船已經客滿 要等到下午四點才會再開 這一等就要等好幾個小時 船公司就說因為今年的補貼費已經用光 讓民眾就質疑說明明今年 現在才一月剛開始 補助款到底用去哪裡了 寒風呼呼吹 卻有一群人坐在碼頭邊 哭哭等不到船 我們就是怕說坐不到交通船 等於說上來這邊就11點5分 就坐不到 也是提早來 也坐不到就不知道怎麼辦 25號上午澎湖白沙騎頭碼頭 有民眾想要搭船回鳥嶼島上 但船班已經滿了 甚至也沒開加班船 十幾人就將在寒風中湖等 下午四點的船班 他今天一早搭七點的船下來 我們的馬工就一 那他十點多就來到現場就客滿了 來 導致他十一點半的搭不上 鳥嶼島上居民大人一千多人 往返白沙到騎頭的交通船 一天四班 但只有35個座位 常常供不應求 過去會開加班船 但這一次不開 是因為補助費已經沒了 他過一百十三年 剛才開始而已 沒有他就加班錢了 對社會說他過嗎 他鄉索不爛了 所以公所提了450萬的相籌款 是 去做這樣子 等於是把這個缺人彌補掉 但是我們今天提出去的 在相籌款的部分 那可能沒有 就是那個 對代表會這邊並沒有同意通過 像中央申請的補貼經費 3500多萬 但最後整合卻只剩下 2472萬元 就連公所自酬的款項 450萬元 也被刪到只剩下20萬元 我也希望說我們的上級 包括中央縣政府 包括我們代表會的支持 能夠多撥補航運補貼的經費 不只經費問題 因為澎湖島嶼多 有三個島嶼的交通船 當初是統一發包給廠商 沒有考量到不同島 之間的需求不同 現在過年將近 民眾只希望能夠平安順利 搭到船回家 TVBS新聞傳傳藍庭 彭物資訪報導 受到寒流的影響 我們看到的是 在清晨7點 扎義縣的水上箱 出現了11度的低溫 而這個時間點呢 不是在被子裡睡覺 就是應該已經穿好 保暖的衣服 要準備出門去上班了 但是現在街道上 卻出現了一名男子 他裹著棉被就在路上走 當然也引起居民的關注 而且這一名男子呢 還裹著棉被 就睡在派出所前面的 公車站裡面 也引來遠景的關心 結果看到他不停的發抖 趕快拿熱水煮泡麵 讓他溫暖 一早8點多 男子走在台一線上 真的是太冷了 他就裹著棉被上路 男子隨後拿棉被 把自己包緊緊 窩在水上派出所前的公車亭 圓景發現了 立刻上前關心 警方說他要拿一個麵給你吃 你看 這樣好 好喔 好 你帶他來來來 你走你走 你對他走 他拿一個麵給你吃來來來來來 25號一早7點 嘉義水上出現11度低溫 真的好冷 還好男子身體沒有大礙 但就怕他冷爆了 暖心的圓景 把他帶到派出所旁 拿來兩包泡麵 還準備熱騰騰的開水 要讓男子喝點熱湯取暖 圓景級上前關心 發現其身體不停發抖 圓景級泡了一碗泡麵 讓其暖身 親切的問候加上暖呼呼的泡麵 取走了寒風 也讓裹著棉被上路的男子 倍感溫暖 TVBS新聞紀健亨嘉義報導 好 我們來關西國際的最新消息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在 蒙古共和國的首都烏蘭巴托 有一輛載運60噸重的天然氣卡車 跟汽車相撞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天然氣卡車 當然會引發大爆炸 至少造成了六個人死亡 由於爆炸的威力也相當大 附近有三棟建築物全部被燒光 突然一陣轟隆巨響 目擊民眾被嚇到驚慌尖叫 過沒多久 現場又發生第二次爆炸 原來是一輛載運60噸重天然氣的卡車 與汽車相撞 引發爆炸 因為威力強大 火苗甚至從民宅窗戶竄入 雄雄火焰不斷燃燒 瞬間蔓延整棟公寓 總計有三棟建築物瞬間被燒毀 從空拍鏡頭可以看到 汽車爆炸起火後 有好幾棟建築物被火燒得焦黑 另外塞爾維亞一處中國購物中心發生大火 火苗吞噬整棟建築物 不斷冒出巨大煙霧 這起火警疑似是一名中國男子去開暖氣 結果造成暖氣爆炸 現場忙著搬出還沒被燒毀的貨物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波士尼亞的一家購物中心也發生大火 兩棟相連的建築物不斷冒出黑煙 工作人員全數緊急疏散 由於建築內發現瓦斯溶系 正在釐清是否是造成火災的主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江西省有一處店鋪 因為施工不當 所以造成了大火 但是因為這棟大樓裡面 其實有網咖補習班 甚至還有旅館 農煙非常的大 也造成很多人受困 最後造成了39人不幸死亡 消防車鳴笛聲大作 趕往火災現場救人 江西省新渝市雨水區 24號下午一處商店街發生火災 只見大量濃煙竄出有數十公尺高 民眾把床墊扔下樓 紛紛跳窗逃生 起火點疑似在地下室 當時有工人正在進行 冷凍庫裝修工程 因為違規施工不慎起火 加上現場堆放許多裝修材料 導致火勢迅速蔓延 無法撲滅 大量濃煙通過管道湧入二樓 由於事故現場 一樓是網咖 二樓是補習班和旅館 火災發生時 有許多學生受困其中 年關將至 39個家庭就此破碎天人永閣 江西省下令 轄下補習班全面停課 要確認消防安檢過關 全體起立 由於先前河南省一間小學 也因為宿舍起火 13名學生被活活燒死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國務院總理李強即刻下令 將權力救災救責還家屬一個公道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江西這個店鋪的大火 非常的嚴重造成了39人死亡 那今天在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 陳向如到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向如姐好 向如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個其實發生在江西的 新渝市的雨水區 我們先看到這個就是發生火災的 六層樓高的住商大樓 其實他是在地下室的地方先起火 然後非常快速的就蔓延到 一樓跟二樓的商店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結構圖 其實二樓是補習班還有旅館 所以受困的群眾很多其實都是學生跟旅客 當然現在目前初步調查 其實起火源頭就是地下室 地下室因為在做冷凍生意 但是他們在做冷藏式的裝修工程 疑似是工人違規用火 所以造成大火的蔓延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火非常的大 所以其實很多民眾想要逃生 因為靠近窗戶 所以就趕快把床墊扔下去 就直接跳窗逃生 當然這一期火災我們剛剛有講到 造成了39人死亡非常的多 所以江西省現在就下令 全市的補習班全面都要停課 要確認消防安檢 通通都過關之後才可以開始上課 我們想要來請教向如姐 為什麼這個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火災 其實是發生在下午不是深夜 但是為什麼還是這麼多人死亡 是說江西省這個城鎮是比較小 所以消防安檢相對來說 可能比較沒有這麼落實嗎 也可以這麼說 而且你看39名死亡的人當中 很多都是學生 再不然就是旅客 因為就像剛剛那一張圖一樣 他的一二樓它是網吧 然後二樓再往上的話 它其實有培訓課 也就是補習班 還含住宿 這也就是為什麼 死者的話很多都是年輕人 而且那一些培訓課的話 他基本上是專科生要升大學的補習班 所以比較多是年輕人 好 那麼再來第二點的話 就像剛剛星儀所說的 其實他的逃生設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首先的話 人這麼的密集 但是逃生通道卻沒有 只有很窄的樓梯 好那個有多窄呢 首先他就是一個窄門 然後僅容一個人進出 再來的話他們就說 他們有兩個樓梯是沒錯 但是樓梯的上方你在二樓的地方 他們在角落放了一堆的煤炭 因為畢竟是冬天 要燒煤 有放了一堆的煤炭 旁邊還放了一個火爐 好另外一個的話 則是隱藏在教室的門的後面 而且這個門還不是一般你看得見的 它是在一個窗簾的後面 所以的話他們學生 你如果平常的時候沒有在注意的話 根本就不知道那邊有一扇門 再加上的話 因為你的這個逃生梯照道理來講 六層樓或者是六層以上的話 按照規定 你應該要有兩個逃生梯才對 但是在現場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是 他沒有按照規定來行使 而且人員的密集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底下 就會有很多人可以看到 他們是把這個床墊丟下來 然後就直接跳下來 或者是爬樓梯下來的 還有再來一點就是 在地下室 因為他們要裝修 所以現場放了很多的裝修材料 這些裝修材料 其實就變成了火勢的助燃器 加速了火勢的蔓延 還有再來地下室的火災 跟高層的火災 其實都是比較難以撲滅的 而地下室的話 因為有關於通風的關係 所以火它基本上就是 從入口處往外冒 那你的能見度其實是非常差的 甚至是伸手不見五指 好 那麼如果你的逃生意識 就是稍微緩那麼一兩秒 其實你的逃生路 就會全部都被阻斷 因為你根本看不到出口在哪裡 所以的話 就像剛剛欣怡所說的 目前的時候 江西市他們該地的地區 已經勒令了 所有的補習機關 你通通都要經過了消防安檢 完全了以後 你才能夠再開始開業 就是希望能夠杜絕 像這樣子的慘劇再度發生 是的確沒有錯 有的時候 就是要從這些事情裡面來做學習 但當然了我們也知道說其實台灣過去也是發生過 非常多次嚴重的火災 才開始非常落實消防安全 像是檢查一些逃生梯 有沒有被雜物堆滿 因為其實當災害發生的時候 這個就是非常的關鍵了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到 我們來談一點 稍微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不知道大家過年有沒有要出去玩呢 我們先前其實有跟大家聊過 中國大陸的春節有一個叫春運 也就是春節期間交通運輸即將來臨 他們的春運時間拉得非常的長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大陸人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要運輸的期間當然比較長 他們的時間從1月26號 也就是明天到3月5號 40天的時間都是他們的春運時間 我們先前有講到 當然預計這一次民航旅客 預計會有8000萬人次在移動 那麼現在呢 各航空公司當然也做好準備了 他們增加了超過2500班的國際定期航班 還有包含一些加開的班機 那麼現在呢 因為之前因為疫情呢 大陸的航空業其實也受到影響 像是在去年年初呢 一週大概只有500班的航班 但是到了今年年初 一週已經有4600班的航班非常的多 那麼這一次春運呢 預計呢 國際客運也會出現單日的小高峰 因為解封了嘛 大家都要出去玩 當然搜索的 包含像是 泰國跟馬來西亞都非常多人想要去看說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出國 包含了廣州到吉隆坡的航線 更是登上了熱門國際航線的前五名喔 當然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非常多的國家都對中國大陸實施了免簽證 我們想要請教項如姐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要對中國大陸實施免簽證呢 哪一些國家中國人比較愛去 其實呢 剛剛呢時候要下來錄影的時候呢 我才剛發了一個趕稿 那就是呢 大陸跟新加坡呢 他們從2月9號開始的時候呢 是實施互相的免簽了 那我先從新加坡開始講起了 因為這個新這個話題呢 比較新一點 新加坡的張宜機場 大家知道嗎 他其實是全球第五大繁忙的機場喔 那麼現在的話呢 他的這個客運量呢 已經慢慢恢復到了COVID-19之前的水準喔 好 那麼在新加坡的入境的遊客當中 其實錄客是排名第六名喔 第一名的話呢 是印尼 這占最大數 再來第二名的話呢 是馬來西亞 第三名的話呢 是這個澳洲 再來是泰國 印度 而第六名的話呢 就是錄客了 好 那麼在2月9號 這個中國 跟新加坡呢 他們實施免簽證以後呢 哇 在大陸的所有的這個旅行平台上面呢 馬上呢 就飆升上漲了多少啊 我來看一下呢 340% 因為呢 2月9號剛好呢 是什麼 除夕的當天 對 所以的話呢 大家就想說 你免簽證很好啊 趕緊的 還有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回到了 其實錄客過去的時候你知道嗎 新加坡不是他們的首選 哪兩個國家是首選呢 第一名叫做泰國 第二名呢 就叫做日本 好 但重點來了 泰國呢 因為之前的時候呢 傳出了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以後呢 所以現在的話呢 泰國 大家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感興趣了 為什麼 因為之前的時候呢 有陸客就在泰國被人家殺死了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些 泰國景點物價飛漲 還有呢 去年10月的時候呢 在曼谷市中心發生了槍擊事件呢 還有去年11月的時候呢 曼谷街頭出現了大陸籍的這個陸客乞丐 反正呢這些負面新聞呢 雖然這個泰國很重視很重視 因為畢竟陸客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 而且泰國又是以觀光著名的國家 但是呢 因為這些負面新聞 導致了陸客他們呢 對於泰國的信任感呢消失了 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國家呢 那就是日本 那麼最近的時候呢 因為中日關係 因為這個和福島事件的這個排放污水的事件 所以兩國關係好像不是那麼好 所以旅行社自然而然也不會大力的去推薦日本的 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了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就後來居上囉 首先來看一下馬來西亞 因為它比較沒有那麼多負面的新聞 相較於負面的新聞 相較於前面這兩個國家嘛 所以的話呢 他們現在規劃 就是去年年底以後呢 大陸跟馬來西亞互相有免簽證 他們呢預計今年的時候 希望有500名的陸客可以前往 好那麼現在的話呢 大陸它有22個國家呢 是實施相互免簽證的 這22個國家呢 就包括了新加坡 馬爾地夫 哈薩克斯坦等等 同時的話呢 還有60個國家和地區 也就是他們可以免簽證 或者是可以落地簽證 所以呢他們陸客就想說 哇現在的話呢 他們這個護照可以說是含金量越來越高 的確有免簽證相對來說 如果要出國旅遊的話 真的就審視非常多 你不用有一些事前比較麻煩的手續 想要出去直接拿到護照 買了機票就可以廢了 當然的確會造成說 旅行旅行的人會明顯的增加了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項如姐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項如姐 謝謝心怡 謝謝大家 好我們來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畫面 在大陸的四川成都 有一隻充氣的貓熊 他被風吹跑了 所以他巨大的身軀就整個滾過了馬路 畫面中可以看到四川成都的馬路上 一隻充氣的貓熊被大風吹得滾過整條街 直接撞上了行駛在路上的轎車 只見他隨著大風繼續往前滾 最後一屁股坐在一輛白色轎車上 行駛在該路段的駕駛 無不看的目瞪口袋 但畫面實在太驚人 駕駛邊看邊開還邊笑 救命啊 他們都爬不上了 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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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 駕駛駛駛 原來這隻大貓熊是商場擺在外面的充氣娃娃 近日由於降溫和大風 導致他的固定繩斷了 他隨著大風一路滾到馬路上 由於他體型巨大 基本上佔據了半邊馬路四線道 也比許多車輛大 完全遮住了駕駛的視線 讓沿路不少駕駛人不得不停下來 一方面好好瞧瞧 這眼前的巨型怪物為何方神聖 定睛一看又氣又好笑 最後商場人員趕緊前往抓熊 將他洩氣後變成了貓熊皮 拖回了商場 結束了一場充氣貓熊滾上街的戲碼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中共中聯部部長劉建潮呢 近期受到非常多的關注 因為他訪問美國 那被認為是下一任大陸的外交部部長的熱門人選 華爾街日報最後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 說這個劉建潮呢 他英語非常的流利 外界也揣測劉建潮最近 這麼多人報導這麼多人關注 可能就是會延續習近平為中美關係降溫的政策基調 中共中聯部長劉建超肩負重責大任 今年在台灣總統大選前飛到美國會見國務卿布林肯 華爾街日報報導大陸前外長秦剛被免職後 劉建超就曾是習近平眾議的繼任人選之一 今年三月全國人大期間 這項人事令可能將拍板定案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就犯伍拜追逃這項工作 做出了重大的決策和部署 華爾街日報分析 習近平之所以對劉建超親眼有加 看重的就是他的政治忠誠 因此去年7月前外長王毅回國後 這段過渡期就是要讓劉建超多歷練 我們認為他們所主張的這種規則 是以軍事同盟為基礎 以意識形態為導向 以他們自己所設定的規則為標準的 這種所謂國際秩序 今年59歲的劉建超是翻譯出身的外交官 過去主要負責聯繫北韓越南等 其他共產主義國家 還擔任過駐菲律賓和駐印尼大使 二零一四年奉習近平之令 規劃獵狐行動 追捕逃到美國等其他國家的 貪腐官員 擔任計畫負責人的劉建超 開始展露頭角 突破紅線 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端端措施 台灣大選過後 大陸經濟和軍事動作頻頻 被美國前貿易代表弗曼形容 是戰狼披著羊皮的劉建超 將貫徹習近平意志 繼續跟美國打交道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 我們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記者王志安 日前在網路節目賀龍夜夜秀上面 引發了歧視的爭議 甚至民進黨也大動作的 要求王志安要道歉 但是這爭議還沒落幕 但是民進黨立委鄭韻鵬 預錄的節目卻在昨天的時候上架了 當然這一把火現在也燒向了鄭韻鵬 現在就連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傳也點名 要求鄭韻鵬要態度清楚的表態 現在感覺好像衍生成民進黨的 插湖內風暴 歧視事件戰火正在燒 民進黨立委鄭韻鵬 卻在同一個節目上表演吞火 民進市一路上架時間卻選在節目 變綠營劍拔的moment 變成火燒鄭韻鵬不只臉書被關包 剛上任的民進黨執行長王毅傳也開嗆 要他說清楚態度外閣沒抗議 鄭韻鵬則果肅回覆自己並不在現場 明知媒體想問什麼鄭韻鵬腳步沒停 卻不斷透過社群媒體自侵 方文要求製作單位和當事人有逗竊也向不滿 網友解釋說 要靠向平台才能說服不同想法的人 所以則上更發長文說明受訪原因 只因聽說那裡的受眾年輕也支持柯文哲 他沒有遇到其他來賓 也請大家相信鄭韻鵬兒子的爸爸 還是你們喜歡的那個人 同志上節目玩火可以接受 但節目玩火觸及其實紅線還是要追究到底 尤其上架時間更惹果粉絲 如果這個是這一家製作公司 刻意選擇這個時間點 那就是一個很爛的公關操作 就是已經犯錯了 你還要這樣做賀龍你趕快道歉 賀龍你一定要道歉 節目上效果做好做滿就連中華民國國旗也大方舉起 守護還是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其實言論被言上王志安連續推文至少30折才強調 若因為發言無法來台也沒關係 因為很快就要加入日本籍甚至美國籍 接著又抱怨原本來台感覺像第二故鄉似曾相似 如今看起來是第一故鄉一模一樣 台灣社會雖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是他離那種唱所欲言的言論自由的社會還有一定的距離 很多政治雷區 嘲諷中共綠共一家親 但紙上談兵歧視言論還是沒說清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持續來看 而這一次捲入歧視聲障正義的脫口秀主持人賀龍 他過去其實是脫口秀節目的寫手 但是一接下節目的第一季就引發了爭議 那麼其實之前賀龍就過去曾經因為辯論節目的 發言越上了媒體版面 如今現在爭議延燒非常多的贊助廠商 紛紛都切割 跳車 當然對節目的影響其實不小 我們團隊的一個寫手他不只期待 他甚至還是妄想著他能夠當上主持人 蛤 我要主持夜夜秀耶 真的啦 從脫口秀節目的寫手熬到接下 第四季夜夜秀的主持人 喜劇演員賀龍 當時恐怕沒想到 在接下主持棒後 竟然涉入歧視生長者的爭議 還被名字檔點名出來道歉 就連他的前女友龍龍 也在臉書亦有所指的說 只有魯蛇會靠貶低別人 讓自己好過 讓賀龍再度爆紅 但其實他因為爭議上新聞 不是第一次 如果有救命案人跟辛龍借錢的話 對方是不是認為 辛龍應該把那些基趣 拿去幫別人還賭戰 而不是救劉珍老師呢 畢竟那個喜劇演員 跟所謂的一般的那種演藝圈 他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樣這樣 所以網路上也有引起了一些論戰 那所以在那一次的那個節目之後 大概我覺得他的那個聲勢 大概就水漲船高了 當時辯論就曾引發議論 如今又因為歧視爭議被點名 現在就連夜夜秀的17個贊助商都跳車切割 包含知名床墊跟手機殼廠商 都紛紛在平台發聲明 沒有贊助關係 這個製作成本應該是蠻高昂的 那對他們來講 這些贊助商的流失可能都會 多少都有些衝擊 所以你看他們的製作人 第一時間就出來對賣道歉了 製作團隊曾經透露 脫口秀一級就要燒40萬 儘管有觀眾門票收入 但還是杯水車薪 主要是靠網路募資 跟贊助商的支撐 如今被民進黨點名 夜夜秀的編劇老K 就在臉書酸 我可以刪情 但你不可以說我刪情 厲害了我的黨 你就繼續啊 看來爭議恐怕沒那麼快平息 來看到是在新北市領口 有一間家具行 遭人恐嚇 而且甚至老闆的車也被砸毀 當面嫌犯還當面的叫囂 甚至拿磚頭猛砸 甚至還威脅被害人 竟然會做不了生意 警方到場就逮捕了嫌犯 雙方原來是因為裝潢出現了過節 現在演變成了砸車尋仇 黑色專業的男子走到新北市一間家具行 看到大門就出交夢踹 一連串的四下之後 隨地拿起磚塊 就往旁邊的黑色轎車砸下去 一砸再砸砸碎了車窗 還不停手 前後四個回合亂砸破壞 附近居民聽見聲響報警求救 駕駛座的車窗砸個大洞 後座乘客的位子玻璃窗 也留下紅色磚塊碎裂的痕跡 後照鏡斷裂 車殼也磨損 他還在門外狡囂 受害車主看到這一木劍就傻眼 指控對方除了恐嚇還當著他的面 再拿磚塊繼續砸車 原警到場這名男子想狡辯 但監視器全揭露 原警立刻將人上烤逮捕 警方調查被害人除了賣家去 也有做裝潢 前年接了嫌犯與妻子住家的裝修工程 雙方去年底完工 驗手也都沒問題 簽名為證 沒想到二十二號上午屋主 突然傳來這段門的影片 聽得出有奇怪的聲音 但屋主沒有半點文字解釋怎麼回事 一次晚上致電業者沒接電話 嫌犯隔天早上就來砸車 百萬轎車被砸爛 維收費至少五十萬元 有什麼問題不能當面說清楚 用暴力手段砸車理論 被害人提高回損與恐嚇 這裝潢糾紛 恐怕沒有因為合約結束就終止 雙方未來還得法庭相見 新北市的公託中心發生了 有男一疑似因為戴口罩 而被悶到窒息的命案 現在男一父母的友人 也在臉書上非常沉痛的發文 分享了父母非常悲痛的心情 他說父母在孩子的床邊 擺滿了他最愛的玩具 希望他是充滿被愛的感覺 離開這個人世 而他的父母也忍痛 同意進行解剖 這張貼出十一個月大男影 可愛模樣的照片 沉痛分享 有人姐姐孩子的遭遇 努力求子八九年 好不容易懷上孩子 送到公託中心 卻丟了性命 父母同意棄捐 一愛人間 原本母親都想好 請育嬰嫁陪孩子 一家人對未來有美好的規劃 父親也在床邊擺滿他最愛的玩具 讓萱萱最後是充滿被愛的離開 以字一句讓人痛心引發各界關注 民進黨黨團也痛批社會局托育 督導不周 到底我們家長把孩子送到公託中心 到底安不安全 相關的安全指引到底有沒有 小朋友的睡眠環境睡眠安全 社會局這邊一定要給一個正面的回覆 到底睡覺要不要戴口罩 家屬指控託嬰中心長達二十二分鐘 照顧員都沒注意孩子的異狀 當時孩子不舒服扯下口罩 竟然再次幫他戴上 甚至最後呈現趴下姿勢 也沒人察覺不對勁 兩名照顧員也在二十四號晚間 被異過失致死罪 移送地檢署附訊 檢方預令請回 根據新北公共託育政策 目前一共有一百二十一個公託中心 以及三百六十一個託嬰中心 新北市託育率達到百分之四十二 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家長把小孩送到公託中心 沒想到因為戴口罩害孩子沒了性命 衛福部去年明明就公告解除口罩 家長想要一個交代 男嬰父親最後忍痛同意 要在二月二號進行解剖 釐清死亡原因 用切身之痛希望大家記住 別讓類似事件又發生 TV新聞許峰與黃建國 黃靜芬台北報導 新主事的警方最近破獲了毒品工廠 有一名通緝犯他就躲在鐵皮屋裡面 製作大量俗稱叫做喵喵 還有喪屍藥的毒品 而且這些毒品其實他的成癮性非常的強 警方攻堅把人壓制在地 也查到大量的毒品 而且這一批的原料 可以製作一百四十六萬包的毒咖啡包 市價高達五億多元 發現園警上門 嫌犯拔腿狂奔 往那邊走 到最深那邊 最深那邊 園警蜂擁而上將人壓制 接著走進一旁的鐵皮屋 眼前景象令人傻眼 琳瑯滿目的工具 一盆又一盆的白色粉末 這個鐵皮屋不是住家 而是製毒工廠 對啊都有 新竹市警方去年11月接獲獻報 25歲陳姓男子 在苗栗縣頭份鎮新龍裡 靠近竹苗交界處的山坡上 一間鐵皮屋製作毒品 而他還是強跑案的通緝犯 遠景搜證期間發現他搬出數十個籃子 裝著白粉擺放後院曝曬 立刻申請搜索票等待實際攻堅 陳姓男子私下製作四甲基甲基卡系統 也就是俗稱的喵喵喪屍藥 具有強烈成癮性經常混入賭咖啡包 至逢要過年前他們可能大量在自賭 那這部分他們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所以因為正常的話 他們不會再那麼大膽的在外面 就在曝曬一些毒品 目前陳姓男子已經遭到羈押 而現場查獲的毒品原料數量相當龐大 大約可以製作146萬包賭咖啡包 市值高達5億多元 幸好警方及時攔截避免毒品流入市面 DBS新聞陳世民蔡幸宇新竹採訪報導 國際足球巨星希羅呢 他最近造訪中國大陸的深圳 原本預計要舉行兩場的表演賽 但是結果在前一天他突然身體不適 所以臨時取消了比賽 當然了很多粉絲是非常的失望 但是他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包圍了希羅下他的飯店 甚至突破了封鎖線 衝進飯店的大廳把維安人員給嚇壞了 大批球迷聚集在飯店外高喊口號 因為二十二號抵達深圳的足球巨星希羅 原定二十四號二十八號的兩場表演賽 竟突然說身體不適 臨時取消了 憤怒的球迷甚至衝進飯店大廳 場面一發不可收拾 主辦單位緊急宣布全額退票 甚至連住宿和交通費都全免 但球迷並不買單 五千公里搬來了嗎 這麼冷的天 我們新疆趕死到這裡 咱們容易嗎 不算就是一天 上來 球迷氣到翻臉 希羅的心情肯定不好受 不過陸媒 中國新聞週刊披露 更讓希羅不滿的是主辦單位 明知道他負傷 卻依然勸他上場比賽 另外主辦單位 在一場造勢晚宴上 賣出大量座位給中國網紅 因此整場晚宴 網紅們不斷要求希羅簽名 直播合照 讓他不聲其擾 我們不斷了遊戲 我們會斷了遊戲 我們想回到你的國家 為了安撫球迷 C羅在道歉記者會上 頻頻打溫琴牌 表示自己從2003年起 就造訪中國 受到球迷的熱情歡迎 就跟在家鄉一樣溫暖 兩場有儀賽 艾納斯球隊大約拿到3.4億新台幣出場費 沒想到一波三折 不只中國球迷傷透心 主辦單位更是殘賠收場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大家有沒有看過真人版的航海王呢 如果有的話 應該對裡面真人版的鎖龍 非常有印象吧 因為他長得還蠻帥的 他是由日本男星星田真劍佑飾演的 當然他飾演這個角色之後 可以說是一炮而紅 而他也宣布了 在下個月要來台灣 舉辦第一場海外粉絲的見面會 紅透半變天的日本男星星田真劍佑 去年演出真人版航海王鎖龍這個角色 憑藉著帥氣臉蛋還有壯碩身材 席捲無數個少女星 稍早宣布好消息 將在下個月來到台灣 舉辦他的第一場海外粉絲見面會 特地選台灣或許也是因為 他最喜歡喝珍珠奶茶 而星田真劍佑也將成為2024年 第一位來台舉辦見面會的日本藝人 說起星田真劍佑就會聯想到 最帥索龍這個封號 去年也收邀出席8個不同國家的漫畫博覽會 和各國粉絲見面後 才感受到自己原來真的擁有高人氣 還說大家都看到他的第一句話 就是說索龍耶 讓他有感而發 表示今後會更努力推出演藝作品 足以見得他的高人氣 而下個月就要來台 主辦單位也祭出簽名海報 團體合照 還有準備粉絲歡送等等的福利 要讓台灣影迷只會票價 好 過年快要到了 迎接新年的電影檔期 即將上檔的芯片 很多也都應景了 推出造型紅包帶 甚至經典的電影加油喜事 也來參與咖 還推出了春聯非常的有創意 但是如果不想要人幾人的話 其實很多的電影台也寄出了超強的片單 就是希望抓住觀眾的眼球 每一回聽到中國文化的歌聲 就知道這個新年不遠了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領紅包 至於這個紅包 該怎麼領得夠有誠意又夠特別呢 相助手上拿來借口紅包帶 裡頭鴨歲錢的鴨 就許次見你名稱的協議 相當直白 這錢就是要保你一年平安 下方製作也還有隻很可愛的黃毛小鴨 原來是搭上新年動畫 馬拉德 鴨子一家 爸爸尋求安穩生活 媽媽卻想帶著孩子 到外頭世界闖一闖 飛往南半球避寒 卻遇上突發狀況 超萌動畫 小年夜和大家見面 玩週邊 還有這部經典 周星馳 黃百民 吳俊如 張曼玉等演員 頭像就這麼印在春聯的四個角 一秒喚起很多人 三十二年前的回憶 加油喜事 隨著4K數位修復版上映 四款特點只送不賣 重溫 長家 三兄弟姊 愛情與親情 這回的預告片 還特別增加台語配音 相當親切 不過過年連假 其實也不一定 要急著網裡趁跑 還是浪漫片 我最愛的笨男人 小年夜和初一晚上 則有天節倒數 極速秒殺二 我希望你贏 我希望你跟得上 未來電影台則在除夕晚間 要播去年剛上映的宿命道 龍馬精神 唐人街探佐三 則是符合新春氛圍 AXN電影台打出007系列牌 不錯過任何經典 電視台相互拼唱 就看誰的片單 最多人買單 聽不懂 韓國女團twice成員周子瑜 她上個月跟兩位成員 一起來到台灣玩 去了非常多的景點 那麼讓大家非常驚喜的是 昨天twice的官方社群平台 突然放上了 他們在台灣旅遊的影片 而且還配上了最新的歌曲 也讓粉絲直呼非常感動 從高雄落地開啟玩樂之旅 三位女孩玩得好盡興 從高雄落地開啟玩樂之旅 三位女孩玩得好盡興 也居然在官方IG釋出台灣VLOG影片 短短不到一分鐘 背景音樂還放新歌 讓粉絲直呼 台灣變宣傳片段超級感動 而至少也分享到現實動態 說是她剪輯的 電影也附和說 這趟旅程很貴 但想再辦一次 更是在IGPO上三人美照 周子瑜也一連發三篇貼文 紀念姊妹郵 其中的照片影片 都能看出回到台灣的開心 更是有泡溫泉 還有在101附近等煙火 讓粉絲說 四捨五入就等於跟子瑜一起跨年了 而周子瑜也在21號回到韓國 等於放了快一個月的假 氣色看起來也是很好 事實上近期來台旅遊的韓國人 非常多 韓星來台一定都會去逛夜市 還有觀光聖地九份 籃球啦啦隊高人氣韓籍隊員李雅英 日前趁著賽季休兵日 暢遊九份老街和基隆夜市 在IGPO上旅遊照 也大讚吃到美食喝到好茶 讓台灣的景點又更加受到宣傳 TVS新聞 林雲轉天晚上的報導 文化步行前 現在針對16到22歲的青少年 發放1200元的文化幣 全台灣有150萬人是可以領取的 這本意當然是想要推廣藝文 還有藝文商品 但是現在網路上卻出現 有人降價兜售 甚至美甲店 藥妝店 也疑似有收這個文化幣 而文化部現在也緊急 針對這些違規的店家庭權 同時也強調會持續的追蹤 也提醒店家千萬不要違規使用 因為這樣可能會觸犯刑法 最終可能面臨五年的有期徒刑 仔細塑形在漢街 收把手教學 精工體驗千元起跳 單有16到22歲限定領取的 1200元文化幣加持 業績強強棍成長三成 超過九成五客人都用文化幣支付 只是現在也爆出亂象 網路上出現大量違規收購文 就連非藝文文創體驗 跟電影展演都能用 就我知道的是用在 使用在文藝方面 文創方面 所以我一直以來 也都以為是這麼用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 然後是氾濫的話 絕對會受影響 150萬人中 已經有62.5萬人領取 但使用上有限制 電影直線國片 不能買爆米花 就算在文創園區內 不是藝文品也不能用 模糊空間還是很多 包含拍立德 現在才規定不在範圍內 美甲店也疑似能用 低卡更有人發文炫耀 說拿了2400元的文化幣 買了彩妝品 但實際到店家詢問 文化部的應該是 我們應該不行吧 文化部也緊急澄清 貼文中的店家是違規 透過廠商給的消費碼 查覺有意後已經停權 停止撥款 目前也清查所有商品 如果違規 將觸犯詐欺罪 最重可出五年有期徒刑 但的確也抓到很多美甲 跟美妝店非法使用 但年輕人看法不同 可能他沒有其他需求 就也沒有說不行這樣 但是如果用在就是藝文 好像也就可能更好一點 比較有那個符合初衷 大家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我也看過有人拿去賣什麼的 文化幣使用 還是以藝文相關為主 但亂象一堆 最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在文化部 沒你好詳細規範跟配套 如今發現漏洞 也只能慢慢補救 TBS新聞 亮南家庭 新北昌報道 今天寒流整體來說很明顯 開始有一點減弱了 但是我們知道前幾天濕冷的天氣 這樣子陰雨綿綿 當然也讓花會受到了影響 像是玫瑰 百合跟菊花 花農都說大概產量會減少三成左右 但是我們也知道春節即將來臨了 很多人其實都會去買花佈置家裡 台北花市現在也宣布了 將會連續五天不打烊 營業108個小時 不過今年的花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平均會漲5% 但是貨量不減 最近天氣冷的關係 不只我們人有受到影響 花也有受到影響 像是我現在手上這個非常漂亮的台灣玫瑰花 產量就因此減少 顏色飽滿的台灣玫瑰遇上寒流 又加上濕冷天氣 業者說近期產量少了三成左右 還有像是捷梗 百合 菊花等 也有減產狀況 各種花都有減少 每天一冷它長不出來 就沒辦法減 但到了春節大家都要買花 需求量也提高 價格會變貴 像是百合原本移數約250 過年變成600到700 最高甚至漲到千元 銀柳要是缺貨也會漲 迷你蝴蝶 藍 盆花 春節多人搶訂也容易買不到 價格可能會貴個5%左右 因為東西漲價的關係 不是花少多少的關係 台北花市分兩階段延長營業時間 尤其2月5號開始到除夕中午 連續5天不打烊 營業108小時 總供貨量也會達到90.4萬吧 這個就是啊 蛇拖出來了 而天氣冷受影響的還有蜜蜂 基隆馬林山區有蜂農幫蜂香披上外套 提高香內5度減少蜜蜂凍死狀況 還好寒流從週四開始減弱 但各地清晨還是冷 本島最低溫 桃園茶改廠和新北富貴角 都僅有8.5度 清晨中不宜北和宜蘭 低溫8到10度 南部和花冬11到14度 白天開始漸漸回溫 但有氣象專家說 這波回溫有限 再加上冷高壓接力南下 會多冷一天 每天回升1到2度 1到2度左右 冷空氣影響最北邊的地方 所以它高溫並沒有回升得這麼明顯 即便到週日之前 它的高溫可能都還是在16到18度而已 而下週日到下週三 水氣再增 基隆貝海岸 東半部恆春半島會有雨勢 先乾後失天氣變化大 民眾也要留意保暖 底片新聞兩張會先才報導 住在彰化市的民眾 應該會知道說彰化市公所每年要是 自有財產稅收超過9.6億元的話 其實就會發放給70歲以上長者 6000元的春節禮金 這個紅包還蠻大的 其中有將近三成的長者是想要收到 這6000元希望是現金的 那麼市公所呢 其實現在也出動了百名的人力來包紅包 當然這麼大的金額呢 警方也護送這5000萬現金到指定地點 一疊一疊的千鈔現金擺滿桌面 工作人員加快腳步數千 把6000元裝進帖有名字的紅包袋裡 彰化市公所發送 70歲以上長者純潔禮金每人6000元 市公所統計有29000多人 發放1億7000多萬元 有近三成的長者想要收現金 警方獲報也派出人力 護送大量紙鈔到指定的地點 各區里長辦公室也派出超過百人 一起包紅包 為了要確保金額正確安全 市公所還要先確認包紅包人員的身份 請他們拿出身份證來登記 市長解釋市公所從27年前開始 就發放了長者純潔禮金 要是公所該年度只有財產超過10億元 就每人罰6000元 條列今年公所的收入分成7項 光是土地房屋 遺產等稅務總計超過10億元 再加上綠能 納古塔等規費雜項 甚至超過12億 算不下去 算不下去要拿自己下 要算自己下 所以每一個工所人員都很輕心 都要點了兩次以上 不過金額實在太龐大 市長要求包紅包的工作人員 要先確認金額兩次以上 否則金額不對要自行負責 不過只有工作人員建議 透過匯款收錢才不會有遺失的風險 TVB新聞陳志中彰化採訪報導 好 春節有很多旅客會去北海道旅遊 我們來看到現在廉價航空公司 泰越捷航空 每週平均大約有3到4班的班機 從桃園機場飛到北海道雜晃 新千歲的包機 但現在網路就傳出 有旅客收到通知說 因為北海道新千歲機場的油不夠 所以2月起包機停飛 旅行社也證實 這個影響到了935名乘客 網友PO出泰越捷航班取消通知 因為新千歲機場油量短缺無法加油 2月開始飛雜晃包機要停運 包機旅客以旅行團居多 有苦楚說出團前3個月被通知 馬上自訂機票飯店以後都不想再跟團 也有人說一個多月前 旅行社說沒問題 沒想到旅程就此泡湯 大概是5家旅行社所去包銷的 符合我們國外旅遊契約書裡面的 不可抗力的這個條約之一 泰越捷包機飛往新千歲一個月大約3到4班 2月後航班取消影響旅客約935人 亦有網站最大宗約有500位旅客已經逐一通知 我們會協助尋找替代行程 那如果是想要取消的客人 我們也會做全額的退費的處理 泰越捷台灣總代理公司聲明 航班取消有提前通知業者 表示取消通知信並非官方發出 也向旅客表達歉意 強調先前已經告知各旅行社 沒申請2月的航班 是否有超賣 平保協會說還要調查 雖然說台灣有代理的包機公司 台灣的民航局對他的這個就是 管制力也比較不夠 春節可能受影響的還有長榮機師罷工 工會最新公告 罷工警戒的兩個時段 第一段是2月7號到2月18春節期間 第二段是3月30到4月7號 兒童慶明節連假 確切時間仍在24小時前公告 你要去英國這樣一大趟 然後而且是明天的飛機 預計什麼時候回來 就過年後 民航局說工會公布警戒區段 要求長榮航空暗淘機做好應變 但現在不只過年可能罷工 清明連假也有可能 擴大影響讓旅客很不安 寒流來很多人都會在家裡開暖氣 台電就發現在23號最冷的這一天 順時夜間風負載搭到3000萬千瓦 明明在室內 上班族卻披著毯子辦公 桌上還放置一台電暖爐 時不時將手給暖熱 因為全台受到寒流影響 台北市白天溫度在10度左右 真的好冷 辦公室的話我覺得基本配備 一定是要人人一件毯子 再來的話 因為其實很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有時候會準備 譬如說電暖爐 那種造勢的這種電暖爐 然後或是這種放在桌子底下的 這種電暖爐 然後可能烘腳或是烘手 就是上班的時候 手才不會很冰很冷 適合小空間的電暖爐 特別受到上班族群的喜愛 但其實就算在家 寒流來襲 公暖設備通通得開起來 就是看到那種新聞說很冷 一定先把圍巾 襪子 通通拿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電暖爐 一定要事先買好 因為通常一定都會缺貨 就是你一定要先搶好 然後在家裡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 我有買那個很像放在床墊上的 那種電毯 對不對 電毯一定要用 就是真的會好睡很多 浴室的話 就會也會買那種 就是小台 然後掛在那個牆壁上的 市面上的公暖設備 可以說是白白種 卻不一定都適合每個空間 那如果今天是商業空間 然後你需要快速的 達到一個暖房的效果 同時空間也大的話 其實像是這種電子式的 沒有暖爐也非常的適合 大空間的快速加熱 那再來就是 現在有很多的外宿族 然後或是像是 比較小範圍的空間 比如說像臥室這類的空間 其實像是市面上形形色色各式的 這種小型的電暖器 像是這種陶瓷式的電暖器 小型電暖爐冒著炭火的影像 不只暖身 看了也很療癒 而在浴室中使用必須留意 得使用防潑水的機器 再將它掛起來更安全 天冷網路也掀起討論 發現抗寒家電CP值之王 就是冷暖器機 因為一年四季都會用到 價錢也只有比單純的冷氣機 多個幾千元 那在夏天的話 因為它是冷氣 所以它的出風口通常都會朝上 因為冷空氣會下降 但是在冬天 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是 你要把那個出風口朝下 因為暖空氣它是會上升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出風口 跟夏天一樣都讓它朝上的話 其實暖空氣 它就會一直聚集在天花板的上方 那你整個空間 還是不容易感受到那個 就是整個空間都溫暖的感覺 另外也可以搭配循環扇使用 放在對角處將暖空氣打散 民眾在家中使用電暖器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要保持通風 而第二 如果是使用功率比較大的電暖器的話 則要注意 必須要是使用獨立的插座 避免使用延長線 第三個則是要注意擺放的位置 因為如果有雜物遮蔽的話 可能會造成過熱 另外就是它要適度的去清潔 它的這個電暖器 如果有相關的一些濾網 或者是什麼都要定期的去做清潔 當然最重要是 如果這個電暖器 在沒有冷的情況下 那就不要使用 而台電觀察也發現 平時溫度在14到20度 民眾並不會使用功暖設備 但這波寒流威力強 不少人家中都把暖器打開了 我們的電暖器除濕機的這個用電的開啟 那我們還有一些龍魚業等等的 他們有可能要防這個所謂的這個寒害 所以他們用電量也會增加 所以這幾天統計出來 以昨天來看 那可能跟前天 在晚上的夜間風的負載 大概多了大概74萬千瓦左右 23號寒流最強的時間點 順時夜間風負載達到3000萬千瓦 22號則是2932萬千瓦 雖然有明顯上升 但相比夏天曾高達4000萬千瓦相差甚遠 而台電也強調 倍轉容量率都有超過10% 不會有缺電風險 TVBS新聞和將陳如環謝單詞推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